早听闻王妃不愿嫁给湛王 看如今这样子 怕不是心里还有我们太子殿下吧 若不是王妃与湛王偷情 被许多人捉奸在床 这不嫁可是要被禁猪笼的 王妃不愧是我大夏 捉第一草包 到如今这个时候还被人拖着走 真丢湛王的脸 听说外面还养了不少面手 如此水性洋花 难怪在跟太子殿下有婚约的情况下 还勾引湛王殿下 即时已到 有请新郎新娘拜堂成亲 依拜天帝 敬苍天 家偶天成 死了 这一点的伤痕 不会是被人虐待的吧 王妃居然被人害死了 那个江湖硕士果然没骗我 这毒药还挺好用 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 王爷饶命啊 小 小姐她一直不满皇上赐婚 多次熏死 这才导致满脸伤痕 最终 在上花轿之前 服毒自尽 老爷 老爷说 就算是人死了 也要把人送过来 王爷 底相简直欺人太甚 来人 把她拖下去 扔进乱葬岗 是 把她拖下去 扔进乱葬岗 什么鬼啊 怎么回事啊 怎么又活了这是 这到底怎么回事 太吓人了 这怎么了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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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 这怎么了这是 你们是谁 既然没死 那就继续拜堂吧 还不快扶王妃起来 大喜的日子 误了时辰就不好了 王妃 难道我 穿越了 李六一 姐姐 被关在这里的感觉 怎么样 李宛如 是你 你为什么要给我和 战王殿下下药 就凭你 卿城第一草包的名头 怎么配得上太子 实话告诉你 太子哥哥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我只是略失小计 让你们的退婚 更加名正言顺一些 不可能 我要去找太子 我要跟他解释清楚 李乐意 别挣扎了 实话告诉你 陛下已经把你赐给朕王 父亲巴不得早点把你这个败坏 丞相府名声的贱人出嫁 李宛如 我不会放过你的 可惜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来人 把他给我拉起来 我要亲手送我的好姐姐上路 听说那个战王 不仅丑恶如鬼 还是日日以虐杀为乐 姐姐 你还是乖乖上路吧 免得到了战王府受罪 你放心 到了第二天 所有人都会知道 姐姐不满赐婚 自觉身亡 李乐意 到时候我同名同姓 既然占了你的身子 我定会为你报仇 你就是我未来的夫君 李乐意 我警告你 不要玩这种 上不了台面的把戏 想要当我的夫君 也要看你够不够格 该死啊 这身体里的毒尽如此猛蝶 急报 突阵作禁犯 已破路门关 圣旨到 战王皆旨 奉天承运 皇帝赵约 偷阵族 侵犯我国边关 请战王即刻带兵 奔赴边关 抵御外敌 荡清战乱 亲子 臣领旨 传令下去 收拾行囊 即刻动身 王爷 王妃他 把他抬进别院 没有本王的命令 不得随意外出 听说了吗 战王殿下历史五年 终于打得敌口 退避三射 不日即刻凯旋 我还听说 战王殿下 在最后一战中 重伤不遇 战死沙场 战死 真是可惜 那下国有此良辰 可保边关 十年太平 公子 看来全京城的百姓 都以为您战死沙场 这个结果 不就是某个人想要的吗 公子 这就是神乐堂 您身上的毒 恐怕只有 神乐堂的神医能解 传为这位神医 神秘莫测 脾气古怪 这次不知道 能不能见到这位神医 这次媒婆介绍的公子 看着还不错 那走吧 你终于来了 我娘亲在楼上雅间 等你很久了 你娘亲是 我娘亲是神乐堂的大夫 你忘了今天 要和我娘相亲吗 公子 她 快走吧 现在我娘亲刚睡醒 正是心情好的时候 再晚 又要见不到人了 娘亲 这就是媒婆介绍的王公子 你们好好聊 我先走了 娘亲 记得温柔一些哦 元宝 我警告你啊 这是最后一次 喂喂 元宝 皇公子 皇公子是吧 咱们索性开门见山 我并不想相亲 是家中小孩玩恋 你出去以后 尽可说是我的不是 我还有事 告辞 没想到 鼎鼎大名的神乐堂李神医 竟也会筹婚嫁 你不是王公子 你是谁 我神乐堂大夫无数 小女子不才 万万不敢冒润神医 这里外表虽是一普通药房 可从进门那一刻 却无不宜暗哨 而当贵公子出现那一刻 起所有暗哨 全方位地保护贵公子的安全 这种地位 绝不是一个普通大夫 能达到的 继续 还有破绽吗 传闻中的李神医 使而是一冒蝶老者 使而是一若官书生 可从未有传言 说是一女子 真相 不言而喻了吧 我看公子 面色清白 细而干渴 步履虚浮 想必公子是重伤未愈 想来让我替你诊治吧 的确 身受重伤 还望李神医出手 至于酬劳 李神医开口 在下竭尽所能 竭尽所能 公子长相甚合我意 不如以身相许 已有王妻 不敢忘怀 这不是正好 你是官夫 我是寡妇 咱俩 天生一对 原线草 还是百年呢 选他还是选我 真相不言而喻了吧 看来公子是有备而来 脱衣服吧 想到哪儿去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伤应该在胸口 你不脱衣服 我怎么问你诊治 伤口泛黑 有腥臭味 刺伤你的剑上 应该有阵毒 此为突阵族特有毒药 据说 不要客气 只可惜 遇上了我 您按此药方抓药 熬完之后浸泡伤口 如此药育 可逼出大部分残毒 完事之后再来找我 我替你金针刺穴 逼出骨髓参毒 多谢 这毒只有突阵族有 按理说 我朝刚刚打了胜仗 中原不可能有此毒 你是从战场上下来的 禀告堂主 不好吧 湛王 贵客 药方已经开完了 你可以走了 湛王 他为什么会如此 关注湛王府呢 你与我娘亲待了那么久 是不是一见如故 相谈甚欢 我是不是很快就有爹了 爹 元宝 你给我进来 元宝 娘亲当一个有钱有贤的寡妇 不好吗 非得满世界给自己找爹 你要是再敢乱说话 小心我一个月不给你糖果吃 发生何事 禀告堂主 近日朝廷上多名官员觐见 要求为湛王殿下立一观众 同时再宗室选人过祭给湛王 继承王位 湛王死的消息刚刚传回朝堂 就这么急着瓜分遗臣 想要我儿子的东西 也不看看他们有没有资格来拿 继续探 有消息了立刻来报 是 娘亲 我又不喜欢什么湛王的位置 我们为什么要趟这一趟浑水啊 元宝 最后一味解药 娘亲已经找到了 等我解了毒 你就不用跟着娘亲 继续探关养晦了 咱们仇和愿一起报了 李乐一 站了你身子 我就一定会替你报仇血痕 以为你的在天之灵 这里就是安置王妃的院子 王爷 这里一看就长久无人进出 恐怕王妃正如管家来信所言 早已罔顾 到底是我连累了他 等我恢复身份之后 找人进去连事 好生安葬 是 谁在那儿 没准又是里面闹鬼呢吧 听说里面的王妃是饿死的 快走吧 阴森森的 太惦人了 鬼 那本王可要好好见识见识 真是无毒一身轻啊 这么开心的日子 怎么能少得了酒呢 好酒 不愧是王爷珍藏 可惜就剩这么几堂了 也不过是些平日的酒 没什么值钱东西 走了 怎么是你 是你 对自己的救命恩人刀剑相向 这可不是君子所为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也是来这儿找好酒的吧 跟我来 坐 别跟我客气啊 那个叫湛王的早就死了 这些酒可不能浪费 真是好酒啊 喝啊 喝啊 你别跟我客气 听说这些酒 都是湛王从各地搜罗来的好酒 可真是便宜你了 我又不白喝他的酒啊 我跟你说啊 明天我要帮他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何事 当然是有仇报仇 湛王战死沙场 这么偌大的家爷 我可得帮他守住 你到底是谁 父亲 太子哥哥说 这几日就会求陛下赐婚 宛如 如今你即将成为太子妃 以后要起言慎行啊 碧哥老爷 大小姐 大小姐她回来了 管家 你莫不是老眼昏花了吧 姐姐她早就死在了湛王府 这青天白日的 你莫不是见鬼了 放肆 大白天说什么胡话 滚出去 父亲 就这样对待服侍了您多年的老奴 真是让人心寒啊 你 你 李乐依 你没死 怎么 我没死妹妹很惊讶 也是 毕竟是喝了你亲手喂的 剑血封喉的毒 我能活下来真是神奇 不要乱说 明明是你不满责婚自杀的 关 关我什么事 孰是孰非 咱们来日方长吧 孽女 你还有脸回来 元宝 叫外爷 外爷 姐姐 没想到你失踪几年 连孩子都有了 这位 别是什么野男人的孽种吧 大胆李宛如 你竟敢妄议皇室血脉 皇室血脉 这孩子是 湛王遗孤 皇室血脉 这孩子是湛王遗孤 不可能 湛王新婚当天就去了战场 姐姐 欺君可是死罪 我跟湛王之所以能有孩子 还要多亏妹妹你给我们下药呢 李神医是王妃 那孩子 是王爷的孩子 好暖手 求求你 帮帮我 竟是他 你在乱说什么 父亲 他来路不明 又满嘴谎言 您千万不要信他的鬼话 来人 把这个冒充 承乡府大小姐的人赶出去 父亲 听说都在给湛王找祭祀 这灵养的 哪能比得上亲生的 更何况 这还是您的亲外孙呢 元宝是吧 快快快 过来让外爷看看 外爷 这孩子养得真好啊 乐姨啊 你好久没回来了 这次回来 就多待一段时间吧 父亲 他明明就是一个 闭嘴 我们快带你姐姐去后院安置 李乐一自投罗王 只要你死了 湛王府的一切 就是老夫的了 母亲 李乐一那个贱人 竟然没死 我们该如何是好 要是太子哥哥 慌什么 前厅的事情已经有下人过来禀告过了 不过就是个不受宠还守寡的王妃 就至于让你方寸大乱了 母亲 您是没看到那个贱人嚣张的样子 还有父亲 对那个小爷种亲切得很 现在是你和太子一亲的关键时刻 可不能让这个蠢货 跳出来败坏你的名圣 母亲 母亲真是有了竹叶 天干物燥 如意苑年久失休 夜半走水 也是正常的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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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冷静带你出去 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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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你 火势越来越大了 快走 元宝 没事了 不要怕 你是什么人 李神医 你就是用这种态度 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 那我还救了你一命呢 正好两清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会出现在李府 也不知道是谁当日醉酒 说要请我看一出好戏 堂堂的湛王王妃 在自家酒窖里面偷酒 回个娘家 差点被火烧死 我 我在自己家的酒窖 我能叫拿 倒是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救火啊 救火啊 救火 来得真及时 帮我照顾好孩子 好好的如意愿 为何会失火呀 王妃和小世子在哪里 快去救火呀 快走 快走 快给你水 你别 你别 老爷 火势太大了 整个房间都烧成灰烬了 王妃和世子恐怕凶多吉少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爷 这如意愿久不住人 下人疏于管理 这乐意又带着个孩子 许是不注意才造成这种意外的 我可怜的乐意啊 刚回来就遇到这样的意外 姐姐呢 死得太惨了 这一大家子是给谁酷丧呢 你 你怎么 这一大家子是给谁酷丧呢 你 你怎么 怎么 看到我没死很吃惊 当年穿肠的毒药没能毒死我 如今就凭这场大火 就想赶尽杀绝 你 你休要胡说 这如意愿的火 只是一场意外 你还活着 我们都很高兴 小世子在哪里 他没事吧 小世子已经被我送到安全的地方 不然 留在李家这种龙坛虎血 指不定哪天被人用意外的罪名给害死 姐姐 你怎么能这样对父亲说话 我记得妹妹正在跟太子殿下一亲 难不成是太子觉得我们元宝碍眼 想让你们斩草除根 这跟太子哥哥有什么关系 你 你不要乱说 我怎么说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外面的人 会不会觉得是太子的阴谋 那可就不一定了 是我的原因 我会派人好好调查 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那就多谢你了 我先走了 你要去哪儿 京城有不少王宫贵族 听说湛王殿下 还有一位遗子在世 都想花重金欢迎我们过去 我看看哪家出的诚意高 就带元宝过去 对了 湛王殿下还留下了三十万大军 他们已经知道 湛王殿下有一位遗子在世 你说 他们会如何对待 敢裁害小世子的人 胡闹 你是我女儿 元宝是我外孙 怎么可以随意去别人家里呢 王爷 王妃真有您在战场上的风范 倒是跟传言中不太一样 这么多年 一个人把元宝太大 王爷 那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既然他想守住湛王府的家业 那我们就帮他在京城立足 那您的身份 按照元计划进行 等找出拖延战场的幕后黑手以后 再对外公开我私立逃生的消息 是 带不带元宝走 那就要看父亲的诚意了 柳氏疏于管理 免去管家之职 李万如未尽孝心 陪伴柳氏西夏 武令不得外出 父亲 这场火真的与母亲无关 女儿与太子婚约将至 此时将母亲软禁 岂不是有损太子颜面 闭嘴 蠢货 乐意 你满意了吗 快去把世子接回来 听说李万如准备了十八台嫁妆 我当年出嫁的时候 可是一台轿子就给抬走了 我会派人把你的嫁妆补齐了 不用那么麻烦 直接折成现银就行 就要十万两白银吧 李乐意 你好大的胆子 你知道十万两白银有多少吗 你 你怎么不去抢 乐意 你父亲一年的俸禄才几百两 你这不是在逼我们吗 他在咱们妇女一场的份上 那就给你打个折吧 就要八万两 父亲他那一朝宰相 不会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吧 好 我答应你 天色不早了 父亲还是叫人收拾个院子 给我们休息吧 来人 把如风月 没有那么麻烦 妹妹不是要被关禁闭吗 那我就住妹妹的院子好了 对了 我不喜欢有不认识的人在 把院子里的人都腾空吧 李乐意 你欺人太甚 我赶紧偏了 老爷 父亲 你欺人打我 来人 把这个蠢货给我带走 欺人 等我当上太子妃 我让你跪下来跟本小姐舔鞋 那就多谢妹妹的院子了 原来 这就是我的孩子 你到底是谁 孩子都托付给我半天了 现在才想起来质疑我的身份 你为何会出现在相府 你有什么目的 我不会害你的 量你也不敢 毕竟你身上的毒 还需要我帮你解 那么大一个把柄在 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身手不凡 手底下的几个侍卫训练有素 浑身带着肃杀之气 你是从战场上下来的 继续 你身中阵毒 此毒为突阵国独有 而率领大军 抵御突阵外侵的 是湛王 你是湛王 不可能 边疆回来的所有将士 都说湛王已经战死沙场 你是 你是湛王部下 看你气度不凡 官值一定不低吧 是 在下 宋宇 既然是自己人 那我就放心了 湛王是你的夫君 你难道 不担心他的安危吗 一个只见过一面的陌生人 你指望我什么 为他守节三年吗 我已经带着元宝 替他守住了家业 他泉下有知 也应该感觉到欣慰吧 我现在就很欣慰 你说什么 不是 他现在就很欣慰 用来做什么 明面上 这笔钱 足以让相府伤筋动骨 要是再多 那个老狐狸 可就要恼羞成怒 我给你安排几个安卫 来护你周全 那你呢 你身为我夫君的部下 不应该对我贴身保护吗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英俊少年了 你 你是湛王的王妃 女人 当首富道 有本事 你让湛王回来亲口跟我说呀 最好是让他看看 我是怎么样勾搭你这种小帅哥的 够了 王妃还请辞重 真是个纯情少年狼啊 调侃两下都会脸红 比我那个夫君带劲多了 小世子的身世 我已经禀告给圣上了 圣上命你 带小世子即刻进宫觐见 那就走吧 等等 你就穿这身衣服去 父亲 我们孤儿寡母身无分文 您昨日答应兑现给我的钱 也还没到账 我只能穿着这身衣服 去圣上面前诉诉苦 好求他给我们一点赏赐 胡闹 这是八万两银票 你立刻回去换衣服 一炷香之后 随为父亲宫 好嘞 多谢父亲 对了 我母亲的嫁妆 记得也一并给我 您让柳姨娘清点一下 出宫之后 我要亲自查验 李二一 你别太过分啊 父亲 你也不想按上一个 挪用夫人嫁妆的名头吧 好 我答应你 不过一会儿进宫 你要顺利拿下湛王的遗产 不然 李氏 此人风平不是太好 父亲宁愿 把三皇帝唯一的血脉 交给他抚养 他毕竟是小世子的亲生母亲 罢了 先看看他 把小世子教导得如何 是 去告诉人王 父皇召见湛王妃与小世子 是 这么多年没见 李乐一 一定一如从前 还是个鼎鼎大名的草包吧 这不是我那个年纪轻轻 就手寡的三嫂吗 这是我三哥的孩子 看着一点都不像了 别是三嫂 在那儿找来的野主冒充吧 这哪儿来的狗啊 一大早就在皇宫乱废 你 你敢骂我是狗 皇帝 我可没骂你 我说的是 一上来就满嘴喷粪的人 谁 谁打我 李乐一 你嚣张不了多久了 你以为大家会任由你和这个野主 继承湛王府的一切吗 你给我等着 这是我湛王府的事 再怎么着也跟你没关系 不想死的话 就给我把嘴巴放干净点 走 王爷 这皇宫守卫森严 万一被人发现您的身份 什么身份 你该不会是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身份吧 嫡国的探子 走势的皇子 还是 什么神秘家族 不出事的继承人 李乐一 你平时能不能少看些画本啊 不是说今天不来救我吗 口是心非 我不过是来宫里办事罢了 是吗 这是长盛军的虎符 虽然大营还在边关驻扎 可到关键时候 也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你说好吧 这兵符是能随便送人的吗 等等 一个副将 竟然敢把兵符随便送人 你到底是谁 臣见李乐一拜见陛下 陛下万安 元宝拜见陛下 祝陛下万福尽安 免礼平身 带小世子去玉花园玩 是 大胆李氏 你假死脱身 又让皇室血脉流落民间多年 你可知罪 臣妻 臣妾无罪为何要认 大胆 臣妾新婚夜被人威下剧毒 心儿得欲犹方倒是救命 这才死里逃生 席得一身医术 给人看者为生 至于隐姓埋名 那是为了保护湛王血脉 臣妾何罪之有 中毒 你可有证据 可知何人所为 臣妾是否中毒 找一太医号卖 一事便知 至于何人所为 那就要问问太子殿下的未婚妻 相府二小姐李宛如了 李乐一 你有什么证据 宛如可是你亲妹妹 怎么会害你 太子殿下 我只是说出实情 你急什么 莫非给我下毒的事情 你也参与了 你 枪死夺理 父皇 这么说 你还习得了一身的医术 略懂一二 李乐一 京城谁人不知 你是京城第一草包 你若是略懂齐皇之术 我愿意当堂 向你赔礼道歉 好 一言为定 太子殿下 是否最近觉得多梦倒汗 心虚烦躁 是又如何 我最近担忧南方洪澳之事 有这症状很正常 不不不 太子殿下有此症状 不是因为忧思过慎 而是 慎虚 太子殿下日日生歌 若是再不截止 小心经关失守 危急性命 你胡说八道 没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一副草包样子 只会心口开河 儿臣受其污蔑 有损儿臣清语 请父皇严惩 还是那句话 臣妾有没有乱说 请一个太医 傲慢仪式便知 小东西 你知不知道 御花园的花 不是谁都能摘的 你是仁王殿下 我的亲皇叔吗 是 你是元宝吧 你知不知道你母妃犯了事 正在等着治罪呢 娘亲 都不和你的皇叔问好就想走吗 这么没有教养 今天我就替你那个死去的父亲 好好管教管教你 你惹不起我娘亲 只会招小孩子麻烦 不知凶 亏你还是仁王 就你这脾气 根本就是个残暴不仁的力王 小兔崽子 你再给我说一遍 仁王殿下 小世子童言无忌 请您见谅 陛下还在等着小世子去见他呢 狗奴才 你也要挽着本王 滚开 今天 本王要让这小兔崽子见识见识 我的厉害 谁 就会躲在暗处偷袭 被耍了 我找不到背后下黑手的 还找不到背后主使吗 李乐依和那个小杂种 本王要你们好看 你 墨林 你是人是鬼 七弟 我死的 我死的 好惨哪 你别过来 这里是皇宫 装不得你乱来 你贪莫君相 害我战死沙场 七弟 我好惨哪 不是我 是大哥 是太子 你要报处也去找他 这黄泉底下寂寞难忍 不如 你陪我一起吧 有鬼啊 你陪我一起吧 救命啊 救命啊 哼 怂祸 起诉陛下 湛王妃体内确实还有一丝 没有被清除的余毒 此毒来势凶猛 见血封猴 湛王妃能活到现在 实属不易 多谢李太医 皇上 既然臣妾的毒已经清除 那就 请太医 给太子也耗个脉吧 本宫身体 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就不劳烦李太医了 太子殿下 不会是怕你身躯的事情 被别人知道吧 你 太子 你让李太医给你把脉 朕倒要看看 这个李氏 是不是真能仅凭面相 就能看出来病症 是 太子殿下 妾莫仗这年轻就胡来呀 这男女之世上 须节制了 太子殿下 你要跟我道歉啊 你们两个沟通好了 来算救我 你们 够了 太子 你作为一国储君 竟然如此荒唐无度 传阵执意 即刻起 在书房 立刻惊秀 府中一切女眷 不得靠近 父皇 儿臣知错 父皇 是 父皇 你一定要为二臣作署啊 老三他根本就没死 还撞过下儿臣 你闭嘴 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你还有没有 一点王爷的风度 父皇 您相信我 老三他真的没有死 他 他真是欺君之罪啊 什么 他 李氏 老三作为你的夫君 你在城中有没有见过他 如实招来 皇上 我的夫君不是一直没死吗 战场上传来的消息 是说我的夫君 身受重伤 下落不明 但是臣妾相信 我的夫君 一定会在某处 守护着我母子 倒是人王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人王殿下 这是做了亏心事了 本王能做什么亏心事 皇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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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大家都不喜欢元宝了 给皇爷爷说说 谁欺负你了 十七皇叔 他把元宝的花弄坏了 还打元宝 小东西你再胡说 你给我闭嘴 这个长辈 竟然天不尽耻的欺负一个小孩子 跪下 父皇恕罪 我 我就是跟他闹着玩 好一个人王殿下 欺负小孩子 还敢恶人先告状 怪不得我父亲 谁也不找就找你 你 求陛下为臣妾做主啊 我们母子俩 在京城活不下去了 谁都能上来踩一脚 不知道 我父亲的救不下 如果看到我们母子俩 活成这样 会不会心狠 李氏 你手中的可是兵符 正是兵符 这是我父君留给我们的遗物 他说 谁能护着我们母子俩 就把这个兵符赠予谁 放肆 天下之大莫非王土 这大军是属于大下国的 难不成你湛王府 要私藏私君不成 我说的是兵符 跟大军有什么关系 大军不是还在边关筑扎吗 你 还不快把兵符交与父皇 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 我还想堵物私人呢 李氏 既然这个兵符 是老三给你留下的 你就留着 李氏 元宝听旨 李氏护子有功 特赐告命二的 元宝成世子位 待成年后封战王 父皇您三思啊 这小东西的知识还没查清楚 你给我闭嘴 元宝信兄狭窄 各处互不知之 回家反省 元宝 刚才是不是有人 将你给你还爷爷告状呢 是啊 娘亲 就是那个差点成我爹的叔叔 没准 还真是你爹 楼主 这是关于战王殿下的所有资料 这么说 这个战王殿下不是天生就相貌丑隆 而是因为受了伤 所以脸上留下了一道巨大的疤 是 听说是小时候被刺客划伤 从此以后就以面具使人 你去告诉安住守卫 让他的主子立刻来见乎 是 太子哥哥 您没事吧 宛如 你来做什么 我听说姐姐让你当众出丑的事情了 我有一个主意 能够让她同样出丑 还能让太子哥哥拿到兵符 好 你想做什么 本宫身为太子 太子妃又是世子的亲姨娘 如果解决掉李乐一 这里 没有人比我们更适合抚养小世子 宛如啊 你可真是我的结语花呀 太子哥哥坏 你找我有何事 听说你在找 人王贪没君饷的证据 人王虽然行为鲁莽 但是想要抓到他的把柄 也并非一事 难道你忘了 我们神乐堂除了有神医 还有另外一个营生 贩卖情报 只要你出得起价格 你想要什么消息 我都可以给你打听到 那有什么条件 很简单 好一个战王殿下 把所有人都耍得团团穿 只要你陪我一晚 你想要的消息 我全都双手奉上 怎么样 李乐一 你夫君还下落不明呢 你就着急找男人 你就不怕良心难安吗 他要是真有良心 就不会这么多年扔下我们孤儿寡母不管 废话少说 这笔交易到底做不做 李乐一 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人 装 你再装 你是真不懂 还是假不懂 我看上你了 我带着我的儿子改嫁给你 如何 胡闹 婚姻大事又不是儿戏 李乐一 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耍我玩是吗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等等 东西 明天记得陪我逛街啊 我倒是要让你感受一下自己给自己戴绿帽子是什么感觉 主上 您没事吧 不是 不会是有人给您下毒了吧 这是 户部有关军饷的部分账本 您是从哪得来的 有了这些证据 一定可以给人王定罪 把这些联合我们之前搜集到的证据 一同交到太子底下的幕僚手里 京城的这潭死水也该动一动了 是 乐一 再给我一些时间 我一定会向你坦白一切的 李乐一 光够了没有 当然不够 继续光 小姐 救救我 这是谁家的公子啊 怎么摔倒了 来人 抬去王府 李乐一 你敢 放心 你还是我的帅 继续逛 好 贵人 你心情好 只要您把我父亲下葬 小人愿一辈子为您做牛做马 好啊 一两银子够吗 够 贵人 带小人把父亲安葬好 就去湛王府找您 不过还没说我住在湛王府 还逛吗 不逛了 再逛 湛王府的丛相 也不知道我这个好妹妹 给我安排了什么好戏 这还看不出啊 美男妓呗 再美啊 跟你比起来 那都是雍之俗粉 你看我这三个一样 再也还可以了 你 王妃 长夜漫漫 不如让小生我来陪你 王妃你 你和那个藏妇的 洗干净了在花园等我 一会儿 我跟你们玩点刺激的 王妃 没想到您玩挺花呀 好好好 长夜漫漫 别让人家等太久 人走了 下来吧 李乐意 你明知道他们不怀好意 为何还要让他们入府 湛王都不管我 你凭什么管 难道 你怕我有了他们 就不喜欢你了 你 你 你当真 要让他们陪你 那就要 看某人的表现了 嗯 传陛下口谕 湛王妃身为湛王遗双 不守妇道 行为不端 即刻压解进宫 陛下要亲自问罪 那就走吧 好 上 李氏 你是为朝廷命负 倦阳面首 胡作非为 不守妇道 你好大的胆子呀 臣妾没有做过 你和两个男子 在世外肆意寻欢的事 已经是人尽皆知了 你这等行为 为我们皇族蒙羞 李氏 你行为不端 没有能力抚养小世子 你现在将小世子 过记给太子 太子 你出宫以后 把元宝带到你的府邸 是 谢父皇 我一定好好教导元宝 至于你 耻朵告命 便出京城 永世不能回京 我说 你们都没有看到 我夫君的尸体 就说他死了 就不怕他活过来 看到你们欺负我们 孤儿寡母吗 好啊 你还嘴硬 男人 给我仗走武士 慢着 本王倒要看看 谁敢动我的王妃 本王倒要看看 谁敢动我的王妃 儿臣拜见父皇 不可能 你不是以静 父皇 儿臣征战沙场 跌落悬崖 幸得以农户相救 这才死里逃生 儿臣刚康复不久 就听闻京中有人传 儿臣已战死 这才急着赶往京城 好 平安回来就好 木槿 就算本王战死沙场 你就可以随意欺辱 我的妻儿吗 你难道就不怕 本王泉下有之 来找你报仇啊 你别乱说 我只是替你 照顾孩子罢了 照顾 你自己生不出来 就来觊觎别人的 木灵 是你家夫人犯错在先 辱没了皇祖 你现在不问青红皂白 偏袒她是吗 夫君 你要为妾身做主啊 似乎都讲究人正无常 他们竟然想拒他成招 夫君 你不在的这些日子 谁都敢欺负我们孤儿寡母 前些日子我们在相府 照顿被人用一把火烧死 现在他们又想护灭妾身的清白 夫君 他们是想逼死我们娘俩 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 此话当真 放心 本王一定替你们母子二人讨个公道 疾病父皇 儿臣在外征战沙场保家卫国 在内却有人害得我家不成家 实在是太令儿臣心寒了 实在是太令大厦的百名将士心寒了 如果李氏真的清白 朕为你们做主 太子 你看怎么说 既然儿臣如此肯定 那定然是有证据 不如 将李氏 那两位面首 带到殿前对质 二位看似如此疲倦 怕是纵欲过度 李氏 你没少折腾他们吧 太子这么了解 平时 没少过度吧 对了 太子殿下 您的肾虚治得怎么样了 要不 我给你抓几副药 保证你重振行风 李乐意 你需要呈口舌之勇 我要让天下人 都以你为耻 把你们的冤屈都说上来 我和父皇 自会替你们做主 草民本是良家子 却被王妃看上 罗郡湛王府 每天过得生不如死 草民是想卖身就负 但也明确说了 禁服只做假定 这王妃 她根本就不是人啊 人正在此 你还有什么话说 你们倒是说一说 禁服之后 我都对你们做了什么 这等淫秽之事 竟要当堂讲述 简直挺不致实 你们倒是说呀 我夫君也想知道 王妃让我们禁服后 她竟然 她竟然把上好的花园 开肯成荒地 速度一慢 却用银 银针似玄 还不让吃饭 不让睡觉 我们正正干了一天一夜 手都肿了 什么 太子殿下 草民俱俱为真啊 这王妃她她她 她就是个变态 坑挖得浅了 还要填了虫挖 我们关挖坑 就挖了一整夜 父皇 他们哭着喊着非要进王府 但是我占王府不缺人手 只能给他们找一些活计 父皇 让人干苦力 这犯法吗 太子殿下 你口口声声说我内子 倦养面手 本王竟不知 什么时候 请人开肯荒地也不行了 不可能 你们一定在撒谎 大胆刁民 从事招来 是不是李乐一 让你们在殿前胡说 太子殿下饶命啊 草民说得句句属实 不敢欺瞒圣上 太子殿下 您是要严刑拷打吗 你口口声声指 只认我内子 难不成这幕后主使 是你啊 胡说 怎么可能是我 父皇 虽说李氏 没有倦养面手 但是在其府上 得到这淫灰药物 他身为命妇 不 这般行径 不妥吧 大庭广众之下 你莫不是要销毁罪证 太子从哪里来的药物 据我所知 你没有权利搜查湛王府 是宛如 宛如在相府 你的房间 找到了这个药 他不想你一错再错 就选择了告发于你 求父皇 为我和夫君做主 五年前 我和夫君被众人看到 在寝殿发生关系 实则 是被人下药所知 所中药物 与此瓶的药物一致 臣妾怀疑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 是李宛如 仅凭一瓶药物 就能如此污蔑宛如 太子殿下 不也就仅凭一瓶药物 就想定我的罪目 老三 五年前的事 你在其中 你作何解释 父皇明鉴 您知道 儿臣一向不济女色 儿臣当年当众出丑 一定是有人下了谜药 李氏 你有何证据啊 父皇 此药 在大夏境内 是为禁药 只有藩邦人所开的殿才有 到底是谁买的 一查便知 好 来人 去藩邦的殿里 给我撤杀此事 是 李宛如 不光给我和夫君下了迷药 还买通了灵人 到我府上勾引 后又串通太子殿下 当众揭发 他们是想让我被治罪 收养我儿 霸占湛王府家产 胡言乱语 事实让你李乐义 再次信口开河 信口开河 想要证据是吗 这两个人不就是最好的证据吗 父皇 儿臣愉悦了 在军中有一套刑法 军中最强的士兵也撑不过两个时辰 你要不要试一下 草民不知湛王嘴言何事 嘴硬是吗 来人 上刑据 放心吧 本王可公平得很 谁先说 谁的命就长一些 我先说我先说 是相府的二小姐 给了我们一大笔钱 让我们勾引湛王妃 是 我们一直都是清官 从小学着伺候别人的功夫 本想拿到钱远走他乡 把这两个人给我带下去 是 证据确凿 太子殿下 你还不乖乖认罪 太子 你可知罪 儿臣知罪 是儿臣 识人不输 不知道李宛如真正的目的 儿臣什么都不知道啊 父皇请责罚 太子 你作为异国储君 听信谗言 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南方 救水灾的差事 你就别去了 就在府中好好地反思 儿臣知错 至于相府的二女儿李宛如 心思狭隘 立即解除 与太子的会约 送到宗庙反思 请登古佛 了却残生 老三 你将功显赫 此你长胜牌匾 公部与户部 你想去哪里任职 启禀父皇 儿臣从未体验过民生 儿臣从边境一路赶到京城 看到民生疾苦 儿臣想去户部历练 请父皇成全 好啊 我儿有此志向 乃我大下的荣幸 现在正值江南水患 你领了此差事 回去以后安顿好 亲自去江南 亲自赈灾 朕宣布三日后举行晚宴 为湛王揭封洗尘 儿臣谢过父皇 附近啊 每天戴着这么厚的面具 不闷吗 我给你摘下来 乐意 我脸上的伤恐怖 怕吓到你 狗男人 还装 脸比我的斗白 我看你到底能装到什么时候 乐意 这些年辛苦你了 不辛苦 我们也只是露水情缘 既然王爷平安回来了 那我们合理吧 什么 李乐意 你要与我合理 是啊 我们本来就是意外发生关系 这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 何必强求呢 还不如早早合理 啊 最重要的是啊 我现在已经有新上人了 新上人 是谁 你也认识 就是你的副将宋宇 你派来保护我的那个 是他 是啊 这个宋宇啊 人长得帅 武功又高强 对我呢 温柔又体贴 可不像王爷 面目丑陋 还在新婚之夜抛下我们母子俩就一走了之 这么些年 要不是我自己会点医术 早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回 乐意 当年之事 的确是我的不对 王爷 也觉得我说的对 对不对 这个宋宇啊 他是不是哪哪都比你强啊 他也就不过如此 乐意 如果有人 迫不得已向你隐瞒了一些事情 你 会如何啊 想瞒着我 那他最好一辈子都别被我发现 不然的话 我的毒 可没有我这么好说话 你装什么 我憋不死你 老臣拜见太子殿下 拜见太子殿下 太子哥哥 你怎么亲自来了 是不是我们的计划成功了 李乐意呢 被关进大牢了 妹妹 恐怕要让你失望 这次被关起来的不是我 而是你哦 李乐意 你怎么好好的出来了 他 湛王 你没死 老臣拜见湛王殿下 殿下吉人天下 是乃我大下之幸啊 李相不必多礼 听闻太子有圣旨要宣 不妨听听看 他要宣什么 传圣上口谕 相府二小姐李宛如 下毒残害湛王与湛王妃 买通清关 造谣声势 恕罪并罚 即刻送往宗庙 竟私己过 五指 不得外出 不可能 为什么要把我关到宗庙 我是冤枉的 太子哥哥 你是骗我的对不对 太子殿下 这当中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吧 证据确凿 李小姐 请吧 太子哥哥 你去求皇上好不好 我不想去宗庙 那和尼姑有什么区别 事情明明是我们一起做的 为什么只罚我一个人 我不服 来人 带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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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啊 被人当成弃子给抛弃了吧 我早就跟你说过 会有报应的 这不 报应来了 是你 贱人 是你刀鬼对不对 你早就应该死在五年前 你为什么还是那么阴魂不散 我跟你说 五年前 我就已经死了 这一次 这一次是回来找你报仇的 接下来 就是你娘 还有太子 都跑不了 你你不是李乐仪 你你到底是谁 妹妹你说什么呢 我就是李乐仪 当今湛王的王妃 你这是被刺激傻了吧 父亲 救我 我不想去你管 老爷 老爷 求求你舅舅宛如 你舅舅宛如啊 老爷 这是圣上的决定 是 娘亲 听别人说你被侍卫带走了 吓死元宝了 元宝乖 谁有事娘亲都不会有事的 元宝 你看 我带谁来了 这位叔叔是 元宝 我是你的父王 父王 娘亲 你什么时候瞒着我改嫁了 那宋义叔叔怎么办 元宝 什么改嫁 我就是你父王 亲的 元宝 他说得对 他就是传言中 战死的战王 也就是你的亲生父亲 来元宝 让为父好好看看 我没有父王 只有母妃 元宝 为父对不起你 孩子还小 一时接受不了也很正常 元宝 元宝 没事了 娘亲 我可是天才元宝 怎么可能会被突然冒出来的父亲打倒 人家是在为你出气了 你呀 古灵精怪的 娘亲 既然父王回来了 那宋义叔叔怎么办啊 他可是我亲自为娘亲挑选的夫君 过来 我告诉你啊 你父王和宋义叔叔 其实是同一个人 他们俩居然是同一个人 其实父王早就回来了 只是一直瞒着我们 他现在还不知道自己露馅儿了 娘亲 我们看看父王到底什么时候忍不住告诉我们真相 好 王爷 您怎么不进去啊 小高 你说是不是一开始 我却该告诉他们我是谁啊 王爷 您也是逼不得已 当年回境路上追杀不断 文部都不隐姓买名 想必王妃一定会理解您的 如果是有人向我隐瞒了一些事情 那他最好一辈子都别被我发现 不然的话 我的毒可没有我这么好说话 以后我找个机会告诉他们 对了 太子那边有什么动静 对了 太子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 太子回府后发了好大意同伙 林彦召集谋事商讨计策 贪污军饷的证据有没有送过去 有没有送过去 早就派人送到了 不过太子殿下那边一直没有什么反应 难道想压下不报 太子失事 又没了相府的支持 难免会消沉几天 待人王风头正盛时再一举打击 吩咐下去 说脸风猫 等宴会过后 先送我去江南治理水患 这京城 就留给他们俩先斗着 可不可以刻上花纹啊 可以啊元宝 想要什么花纹啊 我想要 娘亲 你醒啦 你们在玩什么 父王在给我刻木剑 做成以后 父王说要教我练剑术 好 那等你练好了之后 我好好看看 嗯 湛王本事不错嘛 一大早就聋络了儿子 乐意 你把元宝就让得很好 宋宇呢 怎么好久都没见到他了 他 他去军营了 军中有事 这样啊 我还说找个时间 好好带他出去游玩呢 明日就是宫宴了 王妃还是在府中 都准备准备吧 来 王妃 皇后娘娘请您到寝殿 觐见 好 元宝 乖乖跟着父王 别乱跑 嗯 皇后娘娘正在小气 麻烦湛王妃稍等片刻 这是要给我一个下马威 现在是身时 人体精气上升 浊气下沉 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 母后怎么会在此时小气 母后最近 是否感觉心烦意乱 暴躁异常 是 太子被罚 皇后能高兴了才怪 母后这是脏躁之症 若不及时治疗 就会出现 头晕耳鸣 烦躁失眠 甚至欲节欲心 与性命有碍 我得立刻面见母后 为她针灸诊治 王妃 您不能乱闯 王妃 皇后娘娘正在休息 你怎么能乱闯呢 耽误了母后的病 你们担待得起吗 让开 母后 请让儿媳为您诊脉 母后 您已经有明显的脏躁之症 千万不能大扬 何为脏躁之症 母后 是否感觉心烦意乱 灶热多汗 情绪低落 细想一下 确有此症 那就对了 女人家 那个事一不来 就为脏躁 这个可千万不能疏忽大义 轻则 精神持续失落 重则 性命不保 放肆 李氏 你就是一介村民 你以为你的医术 比太医院的太医还要精湛 你私自擅闯我宫殿 威严耸听 该当何罪 母后 这是女人病 太医怎么能诊断得出来 您最近 是不是感觉 精血不尽 断断续续了很久 王妃 娘娘最近确实有此症状 依您看 该如何诊治 真久 再配上几副汤药 即可 药到病除 那就辛苦你了 劳烦你看一下 只不过本宫这病症 明白 母后您放心 我一个字都不会说出去的 母后 有点痛 你忍着点 啊啊 你轻点 母后 这俗话说 良药苦口利于病 这又酸又痛 才说明对了症 啊 你干嘛 母后 你别乱动 来人 快扶着点母后 母后 好了好了 没事啊 好了母后 您稍事休息 即可恢复体力 一会儿 我再开一副药方 吃完几副药之后 血流不止的情况即可消失 然后再休息几日 即可痊愈了 湛王妃诊治有功 上方外进贡流离一合 老三媳妇 本宫身体虚弱 就不留你了 一会儿晚宴上见 谢母后 母后 不是要给李勒姨一个下满威吗 怎么花了这么久 这李氏机敏非凡 一上来就看出本宫身体有病 我只好躺在床上装病 没想到真被她发现了问题 罢了 今天服了她的药 若是病能治好 今天的事暂且不提 如果不好 一并治了她的罪 母后 身体为上 这李勒姨在您这儿耽误了这么久 恐怕小夕已经成了事 谢谢大家 媳妇 这天 我肯定不激扰的 因为 我肯定不激扰的 我肯定不激扰了 这个警告 我肯定不激扰的 感谢观看 早在几年前 我就想向你表明心意的 可是谁知这几年 可是谁知这几年 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一别再相见 竟已过去了五年 牟林哥哥 你把我带回你府上好不好 我不介意做小的 我会照顾好你和王妃的 我父王才不要你伺候呢 元宝 元宝乖 去旁边等父王好不好 我劝你最好死了这条心 给我滚远点 牟林哥哥 我马上就要被我父亲 嫁给一个比他年纪还大的人 做填房 您就当可怜可怜王好不好 给我一个容身之所 我一定不会打扰到 你和王妃生活的 元宝 娘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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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宝 乐意 彭林哥哥 我会一直等着你的 不是 他是谁啊 又不是我没服他 这好好地瞪我干什么 沈夕公布尚书之女 皇后娘娘是她的亲姑姑 她还想伺候我父王呢 难怪皇后突然召见我 原来是想给你安排艳遇 这么一个大美女投怀送抱 你的无动于衷啊 是不是我在这里太适了 你生是我湛王府的人 死也要做我湛王府的鬼 那我如果 非要红杏出墙呢 好啊 你若红杏出墙一寸 本王就跟着一仗 可是 我心里已经有宋语了 这一女 总不能加二夫吧 乐意 等完完公宴的事情 我想向你谈白一件事 好 刚刚皇后让我在门口罚站 想要给我立规矩 没吃亏吧 我说她这个石杖还在睡 肯定有病 然后我就给她针灸 扎的都是最痛最酸的地方 保管她整个晚宴 都没有力气管我们 这个哑巴亏 她不吃也得吃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免礼 平身 谢皇上 父皇 这宫宴爽吃吃喝喝 实属无聊 不如大家有想上台献议的 自去表演一番 也算是增添一些趣味 好主意 那就添个彩头 去把进贡的玉如意拿来 谁表演得最好 朕就把玉如意赏给谁 从前湛王妃不是爱表演才艺吗 今日怎么这么安静啊 谁不知道湛王妃 之前是京城第一草报 之前上台就出过丑 她会什么才艺 表演三口一头猪吗 七弟此言差矣 时隔五年 湛王妃现在 已经是今非昔比 说不准 学了什么了不起的才呢 湛王由此战功风采无两 想必湛王妃 也不想只做个无用的花瓶吧 既然大家都这么盛情 那湛王妃 不上来表演一番吗 好摘掉 金城第一草包的帽子 草包怎么了 我们家殿下喜欢这些 对吧 对 臣女还是想看看湛王妃的风采 还请陛下皇后成全 乐一 既然大家都这么的期待 那就麻烦你表演一番 好让我们看看 这些年 你有没有进步 既然母后都说了 那就来吧 既是笔事 没有彩头怎么行呢 我看不如这样 三弟 若是沈夕赢了 你就把她接回去 做侧妃如何 那如果是沈小姐输了呢 我若是输了 从此见你便退避三赦 如何 这样吧 若是沈小姐输了 就当着百姓的面 大喊三声 我是草包 如何 你 你别欺人太甚 不愿意就算了 好 一言未定 你先 不过是个丢人现眼的草包罢了 不许你这样说我娘亲 解开 小畜生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我了 大胆李乐依 竟然宫然行凶 来人 拿下 我看谁敢 今日李乐依在殿上宫然舞刀弄枪 视为不沉 现在又拿剑指着郡主 视为不敬 三弟莫不是要包庇如此歹毒的妇人吗 父皇名剑 乐意绝无此意 太子殿下 难道我要拿此物行凶吗 你 这把剑是我送给娘亲的 罢了罢了 好好的宫宴 别扫了兴 遵旨 遵旨 王妃舞剑我们都看到了 只不过是个没学识的草包罢了 人王此言差异 王妃怎么可能没有学识呢 依我看 不如你我二人在陛下面前比试一番 如何 请便 来人 不愧是郡主啊 风采卓绝 郡主写的诗 春夏秋冬 四个季节极齐 这乃是绝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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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你了 王妃所写的包涵日月星辰 正好和春夏秋冬相对应 天下太平乐如何 好好好 王妃此事不仅豪迈 更是包含了皇上大一统的心境啊 真不错 显身好 好 赏 臣女曾看到一道题 颇为有趣 说的是 鸡和兔一统在一个笼子里 一共十个头 三十二只脚 请问 这个笼子里 到底有鸡和兔 一共多少只 鸡兔同笼 你确定要给我出这道题 王妃还是仔细想想才回答比较好 我可是请教了国子监的夫子 夫子可是算了好久 才得到这个答案的 三弟妹 听说你没有上过学呀 这道题对于你来说是不是太难了一点 不过嘛 愿赌服输 元宝 王妃 元宝乃皇家血脉天资聪颖 定是能解答这道题 可这是你我二人之间的笔试 你还是自己回答为好 好吧 那就我来 答案是 六只兔子 四只鸡 我算得没错吧 怎么会 你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算出答案的 李氏 你是如何解答出这道题的 不过是心算 这没什么难的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能用心算 就算出这么难的题目 那有什么难 我娘亲会久久成发表 再难的问题 在我娘亲这里 简单的心算都能算出答案 什么是九九成发表 一得一 一二得二 一三得三 七九六十三 八九七十二 九九八十一 这就是九九成发表 陛下 天意我大下仇啊 好 很好 李氏 既然有如此大才 乃是我下朝之幸啊 那就赏李氏 给我朝 学识之位 为 全国的书院 推广算术 父皇 万万不可 女子怎能为官 况且 算术虽好 这京石子极 才是 发展国家的重中之重 说的也有道理 我朝 确实没有 女子入朝为官的先例 既然如此 那就 赏湛王 自由出入汉林之变 助李氏 推广算术 尔袭 谢父皇 小元宝 学得不错呀 那就 留在宫中 待朕闲下之时 考你一遍 小元宝 可否 陪皇爷爷在宫中 多住几日啊 考校功课 也行 就是 能不能不要一直让我 我背好多好多的书啊 元宝还小 还在长身体 要多吃饭多睡觉 我们饿不到小元宝 乖 沈小姐 今日我算不算是赢了 你不过是靠投机取胜吧 不管是靠什么 我今日确实是赢 愿赌服输 明日 我就等着沈小姐的诚意了 不过是女孩子之间的吵闹罢了 以本宫所见 不如沈夕明天带着厚礼 去府上对你赔礼道歉 至于在城门抛头露面 并不是淑女的行为 李氏 你说对吗 不知道 如果是我输了 母后是否也会如此维护呢 都是成年人了 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沈小姐该不会是怕了吧 谁怕了 去就去 好 那明日我就在城门口等着你 沈小姐 是什么事啊 这都在城门口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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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小姐 世辰不早了 开始吧 大家都等着看好戏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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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草包 啊 沈小姐 声音太小了 像蚊子叫 你 我是个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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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好了 你满意了吧 沈小姐 这个赌注是你说的 怎么用得向我欺负你 李乐意 你别得意的太早 我不会放过你的 李乐意 你别得意的太早 我不会放过你的 王妃 那我们也走吧 好 那不是李婉芋 她不是被送去宗庙了吗 派两个机灵点的人 跟上那辆马车 是 你怎么来了 今日春光甚好 王妃可愿意随本王去踏京 王爷 是想趁宋女不在的时候 撬她的墙角吧 你是本王的王妃 要撬墙角也是别人强 是吗 李乐意 如果你再敢提什么送你 就别怪本王对你不客气 不是王爷 把他送到我身边的吗 王爷想 怎么不客气 你 昨日本王都跟你说了 是我正式要跟你说 你随本王来便是 王妃要随本王一起去踏京 你们都不用跟着 是 是 这次憋不住了吧 你都不好奇 到底是什么事吗 好奇好奇 要不你现在告诉我吧 下来 你们是谁 要怪就怪你太嚣张 拿命来吧 竟然不怕我的毒 倒是有备而来 走 上 此地不宜久留 快走 走 雷夷 小心 莫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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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王妃 属下就驾来迟 请责罚 剑少有毒 快送他去神乐堂 是 太子哥哥 怎么样 果然依你所言 咱们兵分两路 有一路 派了杀手 去围杀穆灵 与那个李乐依 穆灵身中一剑 那剑上有剧毒 现在不知死活 要不是他那侍卫敢到 我一定把他们两口子 全部拿下 另一队呢 有没有遇到长公主 果然不出你所料啊 我那姑姑正好带人去巷国寺上乡 不小心遇到了大胆匪徒 本宫带人赶到的时候 正好救下姑姑 现在姑姑呀 一定对我心存感激 宛如啊 我这姑姑一向低调 在府中身躯简出 她真的能在父皇面前说得上话吗 是 长公主一定能成为太子哥哥 夺得皇位的关键助力 那接下来 我们该怎么办 三部李乐依被妖孽侵占的谣言 称她是破乱之史的妖女 好 姐姐竟然换了个灵魂 父亲怎么能不知道这件事呢 我们去找父亲做主 原来 你说的穿越 竟然是真的 你着急找人传信于我 到底是什么事 太子哥哥 我在永年 被人欺辱 重伤之外 竟然做了这样一个梦 梦到我们这一世的结局 我惨死在宗庙 你验在湛王的算计下 失去太子之位 最后惨死了 什么 大胆李宛如 你哪来的胆子 太子哥哥 你要是不信 明日湛王和李乐依 会独自去郊外踏青 你可以派人守在路上 就知道 我所言非虚了 罢了 姑 再暂且信你一次 宛如 我当时将你入罪 乃是权宜之计 你不会怪我吧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我怎么会怪太子哥哥呢 只要有你的帮助 我们定然 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李乐依 上天垂帘 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我一定会把你碎尸万段 以劫我心头之恨 罗姨 别动 你身中了剧毒 还好我贴身带了解毒丸 没有伤及五脏六腑 再好好休息几日就好了 嗯 我 你受伤的时候 我给你喂药 嫌他还是就把他给摘了 我 我的脸 脸怎么了 战王殿下的脸不是很英俊吗 说起来 还跟宋语小哥长得十分相似 难不成你们俩是双胞胎 别动 别动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从鬼门关拉出来 你要是再扯到伤口 我可就不管了 乐依 你听我解释 即使今日带你去踏青 我早在茅嫂房中 布置好了 就是为了告诉你真相 谁不曾想 乐依 对不起 我骗了你 我就是宋语 宋语 宋语就是我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你的反应 你早就知道了 你是如何知道的 是啊 我早就知道了 你想一想 能随便拿出兵符 还身重重伤 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还有一次 你半鬼吓人亡 如此种种 太可疑了 不过 我最终确认 是有一次你来神乐堂 我看到了你脸上的脸 那知道吧 你可别忘了啊 我可是大夫 自以为满得天衣无缝 没想到早就被你识破了 所以这么多次 你一直在耍我 李乐依 看着我因为另外一个身份吃醋 好玩吗 谁让你骗我在先呢 那我问你 你是喜欢宋语 还是喜欢木铃 这不都是你自己吗 你玩什么角色扮演啊 你看啊 又身险了 我好不容易把你救活了 你要是再这样 我可不管你了 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无耻 乐依 我答应你 我以后 一定会对你坦诚相待 那就看你表现了 王妃 查到了 进来回话 我们的人 跟着李小姐的马车 发现她进了太子府 没想到 李宛如还有这种本事 能让太子把她带进去 所以到底是谁暗中刺杀的 查清楚了吗 禀王爷 根据现场痕迹 所有杀手均指向任王 任王 任王 任王倒也不至于这么蠢 还留下了明显的踪迹 继续去查 是 王妃 王妃不好了 王妃不好了 何事如此慌张 京城今日突然掀起一波流言 说王妃您 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 还说您 就是一个侵占王妃身子的恶徒 目的是为了祸鬼妖民 什么 去查妖言 从何处而起 是 怎么可能有人发现了我的身份 难道是巧合 怎么了 我总觉得 今天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太过于巧合 就好像 有人事先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一把 事先买好了伏计 确实 我和你单独去踏青 没有几人知晓 也是临时决定不带侍卫 怎么会有人知道我们的行踪 事先伏计呢 我今天随身携带的毒也是 但是他们居然提前配置出了解药 虽然这个解药也不难配 但是这个配方 只在我自己手中 先别想那么多了 按兵不动 等查出来 流言从何而起 再做行动 嗯 好 按道理说 人王和太子正在争途 京西大营的都位一致 怎么会把人手 调准到我们身上来 王爷 王妃 丞相李大人 带着几个道士到府门外 请王妃和王爷出去 说说有要事相伤 没想到 这么快 就迫不及待来找我麻烦 要你 还我女儿来 李相 你身为一国之相 光天化日在我王府闹事 意欲何为 我女儿五年前是多么的乖巧同事啊 虽然没什么才华 不会忤逆我呀 而你 自从上次回来之后 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你根本就不是我女儿 你到底是谁 父亲这是什么话 这么多人都见过我 什么叫我不是我 不然 就把之前认识我的人 都叫出来当面对质 你还不承认 世人皆知 我女儿长到十六岁 大字不是一个 怎么可能在短短时间之内 学会了一手精致的医术 还无师自通了算术 这么荒诞的事情 放在谁身上 不知道怀疑 这位是清风观的玄虚道长 你还不认为你多心里没鬼 可否敢让道长看上一看 可否敢让道长看上一看 前几天才有传言说 这位湛王妃才华绝伦 听说创造出了什么什么表 引得无数人追捧呢 传说中 王妃是一个只知道 追在太子屁股后面的草包 难道真如传言那般 王妃这是被妖女占了身份 玄虚道长 宫里高深 一定可以让她陷出原形 李乐一是我大下的王妃 岂容一些阿猫阿狗随意诋毁 李相 我看您是老糊涂了吧 要不要本王去找父皇 为你请辞告老还乡呢 湛王殿下 你如此信赖她 莫非是 这妖女用了什么法术照来的 真相到底如何 玄虚道长自有定断 湛王殿下 您是怕了吗 你 我就是货真价实的李乐一 那就请 玄虚道长还我一个清白了 嗯 天灵灵地灵灵 太上老君快显灵 嗯 到底何方来的妖女还不速速现行 李乐一 你干什么 李相 还请自重 你 禀王爷 李大人 我已经从王妃的身上 看见了妖孽的精魄 只要让我施法 我就一定可以赶走妖孽 是 湛王殿下 你听到了吗 你一直护着的这个 你不是什么孤魂野鬼 就是妖魔鬼怪 你还不赶紧让开 让道士施法 谁若是敢动他 那就别怪本王 手下无情了 别急 给你看一场好戏 来人 给我拿一桶水来 是 李乐一 你要干什么 李乐一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那就要问问咱们的玄虚道长了 毕竟刚刚如果我不躲开的话 这些灵粉可就全部洒在我身上了 来人 把这个妖道给我抓起来 冤枉 冤枉呀王爷 是 是王妃 王妃一定用了障眼法 我刚才撒的粉末 就是普通的香灰呀 张王殿下 您这是要干什么 给本王搜 给本王搜 王妃 这个怎么用 这是灵粉 摩擦 再加上干燥的布料 就急易着火 你看 怎么干什么呀 怎么干什么呀 说 你到底是谁 为何行骗 速速招来 王爷饶命 王爷饶命 都是李大人 吩 吩咐我这么做的 闭嘴妖道 你招摇撞骗 居然骗到老夫身上来了 王爷明察 小的就是一个江湖书士 平时用一些小把戏骗吃骗喝 至此就是李大人指使 小人 就是一介草民 怎么敢骗到王妃的面前 王爷饶小的一命吧 王爷 带下去 王爷饶命啊 王爷 王爷饶命啊 走 王爷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我也被奸人蒙蔽 我不知情啊 父亲 自从我母亲过世以后 你府里有一上位 整个李府就没有我的容身之所 府里上上下下都是看人下菜天 我一个父亲不喜 没有母亲护着的人 过的日子还不如府里的下人 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 谁磕待你了 你如果没有磕待我 我至于从小就藏捉摸 我还不是怕一不小心就惹了杀身之火 谁不愿意当一个财女 谁愿意被人叫成草包 我这不是没有办法吗 父亲 我从小就跟太子殿下定有婚姻 京城人尽皆知 为什么最后跟太子订婚的 是我的妹妹 那是因为你 父亲 我只想跟丈王殿下好好过日子 求求父亲大人饶我一命 别再逼我了 父亲接到一个私是大罪 我们家王爷就是一个闲散王爷 没有办法帮父亲洗脱罪名 你 你给我闭嘴 就你这 才是我们大厦的攒项 任由窃室 约待自己的敌女 简直就是个斯文败类 对 没见过这么狠毒的人 就为了让女婿给自己脱罪 竟然要把亲生女儿 往死路上逼 要不是王妃机智 识破了那个妖道的把戏 不然现在 王妃指不定 被当成什么妖孽了呢 一切死我了呢 打上 父亲您这是怎么了 怎么弄得如此狼狈 都是你给我出的好主意 让我带着道士去找李乐依 现在 不光道士的把戏被揭穿了 流言也没有成真 就连我也人尽皆知 宠妾灭妻 苛待敌女 不可能 李乐依身体里面一滴换了个人 不然他怎么会知道 那么多事件没有的事情 陛下近日对我本来就不满 现在又闹得满城风雨 如果我被罢了官 我一定饶不了你 父亲 最近你联合一些大臣 一起上作折 提醒太子平庸失德 然后提议废除太子 什么 我们早就和太子绑在一条船上了 这么做 父亲您就听我的 明日一定会给您一个惊喜 传陛下口谕 即刻召湛王殿下进宫觐见 等等 放心吧 我继续就回来 一切小心 极禀王妃 太子侧妃求见 太子什么时候娶了一个侧妃 请进来 是 晚晚拜见王妃 李婉如 改头换面了也不知道换个名字 王妃这是什么话 我怎么听不懂 李婉如 不用转了 这里也没有外人 你来究竟想干什么 姐姐还是那么直接 你不好奇 我为什么能从宗庙出来吗 不好奇 孙寇 李乐依 你还是那么讨厌 听说前几天你们遇到了刺杀 真是可惜 我那天就在不远处救了长公主 多亏长公主殿下赏识 我这才能被长公主殿下做主 成为了太子侧妃 恭喜啊 李乐依 我知道 你不是我那个不学无术无脑的姐姐 不管你是谁 以后都只能是我的手下败将 所以你今天来 是来嘲讽我的 李乐依 我知道 你不仅仅会医术 你还是那个神秘的神乐堂堂主 什么神乐堂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元宝 你吃饱了吗 出去玩会好不好 我还知道 你的神乐堂 是一个顶尖的情报组织 你说 这要是被皇上知道 李宛如 你好不容易从宗庙逃出来 怎么还是这么蠢 你今天上门找我 你这是自投罗网 你 你要干什么 我现在可是太子侧妃 你不能对我做什么 是吗 我有一百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 你想不想试试 你 你疯了 太子知道我来找你 你杀了我 但不会放过你的 是吗 我记得太子刚刚舍弃 为了一个长公主的面子 太子用得着以身犯险 我 我当然不一般 我可是重生 你知道为什么 趁我本该今日出发 去江南镇灾 却突然被召唤进宫 现在了还没回来吗 你做了什么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我相信 以战王府现在岌岌可危的样子 再肆无忌惮地杀死太子侧妃 你们一定会被治罪 姐姐现在还是好好担心担心战王吧 等等 妹妹好不容易来一趟 怎么能让你空手而归呢 你给我吃了什么 一个小玩意儿 死不了 只会让你一个月浑身抖痒 你好大的胆子 李宛如 你蠢就蠢在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不过是一点小教训 松客 李乐夷 我不会放过你的 来人 王妃 派人去宫门口守着 王爷有消息了 立刻来报 是 父皇 儿臣正要领命去江南镇灾 不知父皇急召儿臣所为何事 三哥 你可能去不了江南了 朕还没死 你就已经联络群臣想让朕废太子 你这是好大的野心哪 父皇 父皇明见 儿臣在朝中并无交好的大臣 但是你有一个好岳父啊 朕还在纳闷 李相为何被弹劾结党营私 原来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你还自导自演了一出闹翻的戏吗 没想到啊 木领 你是这般有心机啊 父皇 李相他自小柯代李乐夷 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父皇 李相他怎么可能会支持儿臣呢 你这是在撇清责任 你要把朕当傻子不成 果然是剑壁生的剑种 朕就算儿子都死光了 也不会 你这个阴臣忙妇 启禀父皇 儿臣还追查到 湛王妃李乐夷 乃是江湖有名的组织神乐堂的堂主 神乐堂经营范围很广 实则是对我大下皇权 一个赤裸裸的挑衅 父皇 由此可以看出 湛王夫妇包藏祸心 早就有了不轨之心 木领 你还有何话说 父皇 儿臣自知相貌丑陋 不敢棄于高位 更不敢棄于皇位 阿姨他只是喜欢做生意 所以才对神乐堂略懂一二 要说堂主 是万万不敢信的 三弟啊 你总说你相貌丑陋 但是 这只不过是你的一家之言 我怎么就听说 你的伤疤早已痊愈 而且 生得非常之英俊呢 皇兄 传言并不可惜 是真是假 摘下来看看便知 对不对 父皇 大人 把湛王的面具给朕拿掉 朕倒要看一看 是不是真的面貌丑陋 父皇 你一定要当众 揭开儿臣的伤疤吧 动手 父皇你可看清楚了 儿臣并无虚言 这是何物 临别礼物 你总是爱戴着面具 难免会有所疏忽 有了这个 就算不戴面具 也能遮挡压 不可能 你怎么 皇兄还是查清楚再说吧 父皇明鉴 儿臣绝无不尘之心 更不会造反 儿臣听信传言 误会三弟 可三弟狼子也信 如若不除 怕是后患无穷 请父皇重重责法 以谨效忧 将湛王 贬为郡王 查封神勒楼 收回兵符 府上家产田地 全部充公 穆灵 你就当一个闲散王爷吧 父皇 儿臣 带走 走 墓灵哥哥 听说你被贬为郡王了 沈小姐消息倒是灵通得很 墓灵哥哥 只要你修了李乐一 娶我为妃 我就让父亲去替你求情 恢复你湛王的位置 好不好 不劳沈小姐费心了 我 穆灵哥哥 我是真心欣赏你的 难道你就甘心这样失去一切吗 李乐一被相府所厌弃 他背后空无一人 可我不一样 我背后有整个身家 这不是我的手下败将吗 大晚上的不回家啊 缠着我夫君做什么 李乐一你闭嘴 你知道沐灵哥哥经历了什么吗 你不过就是一个 什么都不懂的草包而已 你凭什么得到他的心啊 就凭我 是他明媒正取的王妃 你要是想抢抢抢 等下辈子吧 你别嚣张得太早了 现在整个京城都在等着 看你的笑话 以前被捧得再高又怎么样 得到陛下的厌气 你这辈子都别想翻身 那又如何 有情引水跑 沈小姐是不会懂的 我们走吧 我看你们还能撑多久 我母妃则是换一局的宫女 每天做些僵洗工作 父皇有一次喝醉了 与她发生了关系 而后父皇又嫌弃她身份低微 随便赐了个位分 就把她关进这片殿里 然后呢 然后母妃因为生下我 伤了身子 又没有太医诊治 没过两年 我母妃就便去世了 我成了一个 没有人管的野孩子 有好多次都险些丧命 我都不知道 怎么自己活过来的 好不容易熬到了十五岁 直接隐姓埋名 就参军去了 母灵 那些不好的事情都过去了 你现在 已经成长为 你母妃骄傲的样子了 最近发生的种种 都是李宛如在背后捣鬼 她今天过来找我 要我扬威 不小心说漏了嘴 她好像是重生来的 重生 这种无稽之谈 你怎么还信这个 她好像 提前知道了我们所有情况 你是不是也彻查了身边的人 是不是没有发现那间 我也一样 重生回来 提前知道了我们的日后所有的计划 对 继续喝 我 流氓 好 需不需要为父帮你好好回忆一下 谁才是流氓啊 帅哥 这就要走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 李乐意 你这是在引火 我先检查检查 腹肌达不达标 好 这可是你自找的 你这个人不讲武斗 我还没有验货呢 哪有直接上呢 那你想怎么样 腹肌 我要看腹肌 李乐意 李乐意 昨天晚上喝多了 喝断片了 不想看腹肌了 看就看 你可别后悔 不想看腹肌了 不想看腹肌了 乐意 这家酒楼 说推出了一个叫火锅的新鲜知识 要不要进去尝尝 好啊 客官里边请 请问二位有没有预定位置啊 本店客人比较多 没有预定的话 可能 需要等位 这不是我的被剥夺王位 傅贤在家的三哥吗 听说你们神乐堂都被查封了 现在的支出 不如 靠着你那微薄的月份 竟然还来这种地方消费 不怕入不敷出吗 既然人王看不下去的话 不如今天这顿 您请 好啊 只要你 从我胯下爬过去 今天这顿饭不关我起了 我还让手下 给你们送过去大笔银子 怎么样 三哥这是不愿意了 父皇不是说了 让你做一个闲散王爷 连这点耻辱都受不了 要不要我去禀告父皇 说你仍然贼心不死 你一定要这么多多逼人吗 原来是俊王殿下 你之前预定的那包厢 早就给你收拾好了 快快快 随我来 不愿意了 福君 咱们没有必要跟这只狗鸡酒 咱们走吧 站住 本王让你们走了吗 他们预定的包厢付了多少电金 本王出窗呗 本王告诉你们 今天这顿饭 你们别想吃到嘴里 你有种 再说一遍 福君 我们订的 可是这里最好的包厢 光是订金就要十两银子 双倍才多少 我们也出得起 本王出五倍 六倍 那我就十倍 恭喜恭喜 那这间包厢 就让给仁王了 掌柜的 你在旁边再给我们开一间 这个钱呢 就从仁王的前里扣 好嘞 请随我来 不是说没有包厢了吗 这不是刚刚腾出来一间吗 怎么 仁王殿下 这间包厢也不想给我们 那如果仁王殿下 这个包厢也要的话 掌柜的再给我们开一间吧 好 掌柜的是吧 这些钱全给你 今天这间酒楼我全都包了 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这 看在这位客官 出了这么多钱的份上 这 这家酒楼 看起来生意红红火火的 每天入账一定不少吧 那既然仁王殿下 这么财大气粗 咱们也没必要跟他争执了 咱们走吧 败家之犬就是败家之犬 对了 多谢仁王殿下的赏赐 让我的酒楼赚了这么多钱 你说什么 你的酒楼 你的酒楼 对啊 这是我新开的一家产业 怎么样啊 服务还挺好的吧 我要告诉父皇 你们竟敢私下重生 随便你啊 你去告诉父皇好了 哦 对了 除了这家酒楼 我还有两家绸缎铺 三家金点 还有五家酒楼 等等等等 你去告诉父皇吗 走 本王竟不知 王妃何时置办了这么多产业 本来今天还想给你一个惊喜的 没想到被人王扫了心 我们神乐堂那么多人 我把我们隐藏的茶楼摇身一变 变得武皇八门 没想到都还听过的 父皇 你记不记得 元宝强两天 给父皇准备生日礼物的时候 我在里面奉了不少单据 现在我们所有的产业 父皇都占两成干股 既如此说 人王如果去告状的话 一定会很惨 干杯 儿臣有事启禀父皇 何事啊 父皇 三哥和李氏被父皇责令在家 却在京中开展了众多产业 身为皇家子弟 却以行商为伍 实在是太大胆了 你意下如何 应该全都查封 以锦效尤 你大胆 你看看 有多少奏折 在弹劾你啊 不想着好好做事 就想着吃喝玩乐 你昨天不是还豪指千金 包下整个酒楼吗 那些钱是从哪来的 父皇 儿臣 禀父皇 七弟前几日去户部找差事时 贪污了军饷十万两白银 就是因为粮草不足 我华夏大军 才迟迟不能拿下贞族 拖延了五年之久 你胡说 我没有 父皇 这是证据 里头详细地 记录了仁王殿下的贪污证据 不 父皇 王爷 王妃 人王因为贪污君饷的事情被太子弹劾 现在人已经被耻夺仁王称号 而且还被赶往封地 无诏 不得回京 这仁王暴躁冲动 哪里是太子的对手呢 父皇怎么突然发难 他不是一向懂权衡之术 陛下当场因为太过生气 晕倒在了朝堂上 命令还是太子殿下代为下达的 当时朝堂上 都是太子的人 父皇现在如何了 父皇现在如何了 陛下还没醒 派人盯着仁王 另外 召集京西大营 再青椒几盒 是 你是怀疑 仁王会反 仁王在朝中的势力不输太子 太子这一下子釜底抽薪 他一定不会这么甘心认输的 太子最近确实太急功近利了 宛如啊 你果然是我的福星啊 方才把仁王贪污的证据 放在父皇面前 父皇勃然大怒 甚至气晕了过去 本王趁机把那仁王赶回了封地 父皇昏倒了 是 不过 经那太医诊断 说是怒急攻心 仔细调养几日便好了 太子哥哥 现在已经无人能再当你的风头了 只是 这父皇身体一向康健 按理说还能再位个五年十年 太子哥哥 岂不是要一直屈居于人下 宛如说的有道理 本王怎么能一直屈居为太子 我可是中宫正统 皇爷爷 我给你摘了你最喜欢的花 你快醒一醒啊 你们都下去吧 本宫要亲自守着陛下 为陛下送经祈福 是 皇上 我们夫妻一场 这么多年 你一个又一个地往宫里纳欠 本宫有最开始的不甘心 变得麻木 可是 你千不该万不该 在立了我们的儿子当了太子之后 还不断抬举贵妃的妻子 陛下 本宫知道你想玩什么权衡之术 但是 本宫的儿子才是正统 陛下 你在位的时间太久了 久得让人忍不住动手 这些药丸呢 不会要你的性命 但它们会慢慢地 让你身体虚弱 最后病入膏肓 药食难医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不好了 人为她造反了 派大军围中了皇城 大内侍卫不知道还能顶多久 什么 赶快派人护住皇上 我立马去后宫主持大军 这 这 皇爷爷 你快醒醒 皇爷爷 皇爷爷 你醒了 元宝 你怎么在这里 你嘴里要我还吐出来 皇爷爷 快说说嘴 元宝 现在可以给皇爷爷说 发生了什么 皇爷爷 我刚刚 我刚刚偷偷来看你 谁知道皇祖母来了 我怕他骂我 就躲到了柜子里面 但谁知道 看到他 怎么了 他往皇爷爷嘴里塞了药 还说会让皇爷爷慢慢虚弱而死 好一个毒妇 好一个毒妇 这活着 这伤害了你们的眼了 外面 为何如此喧闹 刚才好像听到 我欺皇叔反了 派人围了皇公 皇爷爷 什么叫反了 元宝 你刚才在哪个柜子里躲着的 元宝 你现在 还去哪个柜子里躲着 皇爷爷不让你出来 你千万不许出来 可是 元宝怪 听话 快去 王妃 人王 人王他造反了 你召集大军包围皇城 太子呢 太子闭门不出 没有动静 真是好算计 知道人王名不正言不顺 等人王尘埃落定 他再起兵频繁 王爷呢 王爷正在召集大军 取我的马来 元宝一个人在宫里 我不放心 是 小侍子呢 小侍子摘了花给了陛下 现在应该在陛下请宫 宫里乱不了多久了 找个隐蔽的地方藏好 谢王妃 谢王妃 殿下 陛下还没醒 需要进啊 您不能进去啊 我看谁敢拦我 父皇 既然您醒了 那就好办了 退位赵叔 父皇 只要你乖乖的在上面盖上大印 退位给我 我就让您安安稳稳做个太上皇 怎么样 老七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放任太子处处对付我 竟然还想把我赶往封地 你 父皇 你莫不是忘了 我才是您最宠爱的儿子 凭什么太子之位只能是老大的 父皇 这都是您逼我的 凭什么让我来成为太子的磨刀使 我不甘心 我一直就没有下决心 选你们当中的哪一个 你现在回头 还来得及 父皇 您这是在拖延时间吧 再等太子来救驾 您莫不是忘了 你那个好儿子 手中可是掌握着重兵 却在我来时 一直闭门不出 您猜是为什么 因为他等着我处理完您 然后赶来清君策 再以正统的名义上位 以为他这点小算盘 没人知道吗 一个只会躲在暗处算计的小人 他还比不上老三那个贱重 废话少说 我给您两个选择 一 是你自己安下大印 然后退位给我 做个最尊贵的太上皇 二 一刀砍掉您的脖子 然后我自己盖上大印 是不是很容易选择 你不许杀皇爷爷 原来你这个小兔崽子藏在这儿 元宝 你怎么出来了 快跑啊 皇爷爷 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 小兔崽子 要不是因为你娘 今天我就好好收拾收拾你 李乐一 你怎么在这里 皇宫戒备森烟你是怎么进来的 放开元宝 别动 你怪我去弄死他 下来吧 走 来人 人哪 都死哪儿去了 人王 束手就擒吧 你跑不出去了 为什么 为什么又是你 牟林 父皇那样对你 你为什么还要来救驾 因为我想要什么 都会光明正大地去筹谋 而不是像一个疯子一样去逼宫 放开父皇 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不好过 谁都别想好过 父皇 传令下去 放锁城门 牟林 你带兵 守住城门 朕倒要看看 这太子 何时能来救家 李氏 朕的身体 父皇 您本身就气急攻心 需要慢慢调养 现在身体 又被下了一种隐秘的慢性毒 会慢慢地损耗你的精气 只能用名贵药材慢慢调养 传皇后 请供使妻 是 求陛下恕罪 臣妾忙着去料理后宫的大事 却忽视了陛下 害得陛下差点被反贼劫持 都是臣妾的错 父皇 儿臣救驾来迟 让您受苦了 牟林 太子进攻救驾时 是何情形 疾病父皇 太子今日出现在城门 手里拿着清军策 和平反贼的白帆 好一个清军策 平反贼啊 你当大家都是傻子吗 我看你是恨不得 让朕死在人王的刀下 你要顺利成章的 推翻人王 继承大统 是吗 父皇 儿臣冤枉啊 儿臣的太子府 被人王包围了 儿臣千辛万苦 逃脱出来 才赶到皇城啊 够了 不要再巧遍了 朕现在下旨 太子胆小怕事 心思歹毒 免去太子之位 贬为庶民 陛下万万不可啊 今儿才是中公正统啊 好一个中公正统 朕现在 就废了你的皇后 我看谁还是中公正统 至于太子贬为庶民 派去守护皇陵 此次后代 永远不得入境 至于皇后 心思歹毒 不堪为后 废去皇后之位 打入冷宫 父皇 儿臣是真的冤枉啊 父皇 儿臣是真的冤枉啊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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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皇子目领皆知 三皇子足智多谋 英勇善战 朕今日传位于你 大侠的国土就靠你了 父皇 母令 你知道 朕打小 就对你不起 朕能传位于你 是因为 你有一个好儿子 等你继承皇位之后 立刻立元宝为太子 儿臣 令子歇恩 传位诏书 即刻公告天下 朕累了 你们都下去吧 以后 就要被困在这方寸之地了吗 启禀皇上 废太子木槿 昨日在府中被侧妃赐死 当场身亡 前皇后得到消息 不堪重击 上吊自已 没想到非太子木槿 是以这种方式死的 罢了 传令下去 将木槿亲王之礼后葬 另外 全力捉拿李宛如 是 等等 我亲自去 我跟她的这笔账 也该好好清算 你可万事要小心啊 放心 老臣拜见皇后娘娘 李宛如呢 宛如 她杀死了废太子 我哪里还敢留她在府上啊 看在父女一场的份上 父亲还是赶紧辞官回乡 勒依 勒依 李勒依 不可能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你以为那天给你吃下的那颗药 只会让你感觉到痒吗 没想到你会藏身在这里 眼熟吗 李勒依 你差点死在这里 为什么 为什么最后还是你赢 明明老天爷都已经让我重来一次了 那天被你胃下毒的李勒依已经死了 你果然不是李勒依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很快就要死了 你不能杀我 李勒依 我还知道很多前世的事情 我统统告诉你好不好 你留我一命 我以后一定为你所用 你不能杀我 我是天命之女 你杀了我 这个世界就不能断了 我只相信我自己 李勒依 我已经替你报仇了 你安息吧 如今大厦百姓安居乐业 人人都称你是一个贤德的君王 朕知道 但是爱妃 你知道朕当下更想做什么吗 什么 咱们都已经有一个小元宝了 那不如再添一位小公主吧 不正经 父皇母妃 你们看我捡到了什么 你出墙一寸 我挪一丈 母亲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别跟你父皇学坏了 元宝来 朕的好儿子哟 这出墙一寸挪一丈啊 没错 好 好 中文字幕——YK